再切到那個05的檢視率參照這個範例 那你可以看到 他要查詢的條件非常簡單 左邊跟右邊 右邊的話是查詢的介面 那左邊的話是資料來源 那基本上最好你的資料來源 就會是一個資料表 那什麼叫資料表 其他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有欄位名稱 而且編號呢 通常在D欄 那如果你用那個V的函數 基本上只能查D欄 而且基本上針對Key 所謂的 編號 那編號一定不會重複啦 所以一定是找編號 但是未來如果說你要找別的欄位的話 你就不能用V的欄位 因為查不到 因為V的欄位規定 就是 只能夠用什麼 這個D D欄來做查詢 那比如說我今天 左邊跟右邊是分開來 但未來這個工作表 這個資料表 可能會在另外一個工作表裡面 你可以把它分開都沒關係 那我希望 右邊這邊 輸入一個編號 自動帶出他其他 欄位的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005嘛 那當然 理論上查詢的方法是 查哪一個呢 查 他的D欄 把他的 橫向的 這四 四個其他的資料 其他欄的資料 把他 帶到下方來 所以特別重要就是 輸入完Enter 自動把這些帶過來 自動帶出其他欄位資料 這個我想常常遇到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當然可以用很多方法 插入函數裡面 其實你們可以用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 這些函數 哪一些函數 可不可以辦得到呢 基本上 index可不可以 可以 index可不可以 可以 lookup可不可以 可以 甚至是obsets 其實也可以 只是說以這一題來看 應該用哪一個函數 最簡單 其實看起來 應該用微乱函數 最簡單 為什麼 因為剛好 欄位 查的就是在 第一 欄上面 那當然用這個最簡單 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那微乱函數呢 當然 他這邊會有四個問題問你 第一個問題說 你lookup value 是說你要查什麼東西啊 理論上 通常是我要查的編號 第一個 第二個是table array 指的就是 那你的那個資料表在哪裡 這個是要查的 你的資料表 那我資料表在這裡 所以 從A3一直選 選到 1的10 這個範圍 當然理論上 欄位名稱不用選進來 所以從什麼 從下面這邊 把它選進來 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 到他的第一欄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 一樣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呢 請你告訴我 你要把什麼資料帶回來 特別注意喔 指的是什麼呢 COL是column index 意思是說 那如果找到的話 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 幫你帶回去啊 那這個是第一欄 這個是第二欄 那我要第二欄 所以 你就這邊輸入什麼 輸入2 OK 然後呢 底下的話呢 Range Lookup 如果輸入0的話 表示呢 一定要是005 才是正確 如果說你今天呢 輸入1的話 如果沒有005 他會幫你找接近的 不過我們這邊先用0好了 找完全一樣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就完成 劉宏君 有找過來 那下一個的話呢 基本上你會發現 如果要找總銷量 那其實 你會發現 公式裡面 其實呢 只要把什麼 把這個公式 貼過來 把2改成什麼 改成3 這個改成4 345 可是問題喔 如果今天 你要貼的話 貼貼貼貼 如果藍樹很多 不要貼一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不可以向下填滿 一次就完成的話 這怎麼做 2 變3 變4 變5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 他只要向下一列 他就加1 向下一列加1 當然我們前面寫VBA是加1啦 可是在 Excel裡面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我們 自動加1 如果你要自動加1的話 向下一列自動加1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想到 在 那個 檢視與參照有另外一個函數 向下一列 列 所以這邊注意喔 這邊有個叫Raw Raw 列函數按確定 裡面不要給他Reference 按確定 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4 5 6 7 那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 2345 4 5 6 相差多少 差2嘛 所以 減掉 2 OK Raw 小瓜糊 減2 向下填滿 2345 有沒有 所以其實喔 你可以怎麼做呢 把Raw 減 2 的這個公式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裡喔 有沒有把它貼上 有沒有 本來是2嘛 把它改成什麼 Raw 減2 另外喔 還有什麼呢 這個範圍因為等一下向下填滿會跑掉 所以什麼 按F 4 按兩下 其實鎖列就好了 OK 打勾 再向下填滿 這樣子的話呢 放開喔 你會發現喔 其他的欄 應該就會被抓到 不過 還有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H3 有沒有 3也要鎖起來 因為這個不能跑掉 跑掉的話呢 一樣 他會 找不到 所以 NASAVAILABLE 找不到的意思 NA 向下填滿 其他的 這邊乾脆把它自動一下 那如果輸入004的話 Enter 張宏才 對 這個資料就自動帶過來 那當然呢 我剛剛講過喔 這個參數裡面如果是0的話 一定要找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輸入009的話 Enter 有沒有 NA 找不到的意思 那可是喔 如果未來 假如說呢 你不希望說你輸入 009 不要讓他找不到 找接近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把這個0 改成多少 改成1就可以了 改成1的話是True 意思是什麼 找什麼呢 大約符合 意思是找接近就好了 所以改1喔 按打勾 向下填滿好了 看一下 本來找不到的 奇怪的009 怎麼會找得到呢 有沒有這個編號 沒有啊 喔 你知道嗎 他找到什麼 找接近的 找多少 找008的 OK喔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差別就是在這裡 請各位試一下喔 如何把 這個地方喔 用那個View函數呢 幫我做查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如果你做完之後喔 甚至你可以試試看喔 如果你用 其他函數 像我剛剛提過的 LOOKUP盤數試試看 可不可以 用 Index 可不可以 也可以 Indirect 也可以 Offset 也可以啦 只是說 為什麼選 VLAN 因為VLAN是最簡單的 因為VLAN是最簡單的 所以剛剛講的喔 這個編號有 兩個特性 一定要有資料 跟 不能重複 所以如果你是符合這個特性用 VLANOK 但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要用其他函數 或者其他方法 其實我比較推薦喔 你乾脆寫VBA算 因為VBA的話 他的彈性 非常的大 而且喔 沒有像剛剛講那個 Index 跟Indirect 反而更麻煩 而且呢 如果用那些函數的公式喔 你還沒辦法 除錯 你要找到錯誤 恐怕呢 我覺得 那個困難度 可能還比甚至寫VBA 還更困難 所以 我甚至有時候 建議各位呢 乾脆直接用VBA來完成 比如說我們舉另外一個例子好了 像請各位 先開啟 另外一道題目好了 就是在那個範例裡面 開頭是325 人事分欄這一題 打開來 人事分欄這一題 請各位看一下 人事分欄這一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資料來源 在VLAN 最特別重要 這一題的概念 我的資料來源在VLAN 我要把這個VLAN的資料 放到 DEFG 這 幾欄裡面 也就是說呢 每四個 資料呢 就 縱向的四個 放到橫向的四個 而且去掉前面的那個欄位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這個看到是最後的有做好的結果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它刪掉 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把2005這個日期放到這裡來 把劉揚和放到這裡來 公號放這裡 電話放這裡 然後再下一個 放下一個 也就是縱向的四個 變成橫向的 橫向的這個四個 OK 畫面再揪一下 縱向的 四個 變成橫向的四個 而且要去掉前面的欄位名稱 那這要怎麼做 OK 這個當然如果你用VLAN的函數 可不可以辦得到呢 可能又有問題了 VLAN的函數 那VLAN的函數基本上 當然 你要查什麼 沒 這個地方就不符合 所以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可能 如果你要用VLAN的函數來做出 要的結果 會是有個問題 所以要怎麼做 請各位 試試看吧 剛剛同學問到問題 其實蠻多 在Excel裡面 蠻多地方 用它內建的函數 要把結果做出來 都是問題 像這邊請各位 試一下 怎麼做 四個 縱向四個 斑到 橫向四個 四個 OK 那以這一題來看 基本上你就不能夠用 VLAN的函數 怎麼做 給各位一些提示 也許 你可能要改用其他函數 另外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在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index index index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加按確定 他會跟你要 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 你的範圍 第二個問題 那你這個範圍裡面 你要哪一列哪一欄的資料 幫你 搬到這邊來 所以特別注意 範圍的話 你就給 這整個 那你可以 Ctrl Ctrl向下 B2到 B 33 的哪一列呢 我要的是這一列 所以是第一列 那我要的是哪一欄 因為只有一欄 所以第一列 第一欄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他會怎麼樣 幫我把按確定 你會發現 他會幫我把 這個東西 放到這邊來 那姓名的話呢 其實 理論上 就是一樣index 可是如果你要劉揚和這個人 那你應該什麼 應該是這個範圍一樣 的第幾列呢 特別注意 這個應該是第2列 第一欄 因為欄就一欄 第2列的第1欄 所以特別注意一樣 也就是說這邊的話呢 那當然顧名思義 這邊是1 2 3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 這個 跟這個 都不會變 會變的話呢 只有這一個 那我需要什麼呢 就是將來 在 這邊是1嘛 這邊是2 3 4 5 6 7 8 一直到多少 一直到32嘛 對不對 如果我可以把這個數字給變出來的話 把這個數字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參數裡面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做出我要的 第1階段 當然只是搬什麼 搬所有資料 第2階段是做什麼呢 再把前面的欄位名稱去掉 那其實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啦 當然我們 這個 這一題 大概跟各位先開個頭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回去你們也許可以試試看 我們下個禮拜 就會針對這一題 也是兩階段 第1階段就是先用函數 用index 用indirect Vira應該是做不出來 然後再用VBA 不過你會發現 好像用VBA反而更簡單 直接用VBA來寫就好 因為這個VBA大概就寫什麼 寫一個回圈 加上 邏輯派 邏輯派那不用 就回圈 然後再把你需要的東西搬過來就好了 所以反而用VBA反而更簡單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就是 回去的話就想想看 那個325這一題 人世芬蘭 因為他沒辦法用那個VBA函數 所以我們 該如何用其他函數 或甚至直接用VBA來完成 OK 那今天的話也許 時間的關係先 到這邊好了 那下一次的話 我們就把325這一題 再做個說明 用一些進階的函數 再來也許 就跟各位講一下那個 VBA的部分 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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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